万一发生战争,一旦要打仗,专家是给出三点建议,照着做是没有错的 一旦要打仗,我国将进入一级的一个战备 专家就建议老百姓必须要做好这三点才可以 大家好,我是安哥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打仗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要做好的三件事情 对身体健康,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一个朋友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本期的一个视频 看完之后,你肯定会回来感谢我的 也可以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收藏,点个关注 万一哪天说忘记了,还可以回过头来再好好的看一看 好了,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给大家言归正传 我国的一个战备状态总共是分为四级的 其中的一级战备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战备 一旦国家是进入这个一级战备 那就意味着这个战争是即将打响 全国的资源都会优先服务于军事 如果说这个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 那么一级战备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普通人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如果说战争陷入胶着的一个状态 那么不仅军队要在矫娼的时间内进行持续的一个斗争 而且还会影响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你像中东地区的人民非常羡慕 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和平 这种和平的一个生活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其实尽管我们是生活在和平的一个环境当中 也还是要有一些举案思维的一个意识 那么如果咱们国家进入战备状态的时候 咱们普通老百姓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就相关的专家就表示 咱们要做好一下三点 尤其是第三点真的是至关重要 那首先第一点 就是咱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不要随意的去散播一些不真实的谣言 也应该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一个互联网时代 散播谣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因此有一些人绝对会利用这次机会去散播谣言 如果说咱们也都加入的话 那么势必会引起一个恐慌 所以说在这个发达的一个信息时代 正确的一个舆论导向是尤为重要的 这第二点就是如果说是发生战争了 咱们大家也不要惊慌 要相信咱们强大的一个祖国和人民解放军 相信他们一定是能够解决危机的 而咱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一个本分工作就可以了 该上学的是继续上学 该工作的继续工作 不要因为前方打仗 然后后方就是乱了阵脚 咱们国家兵力充足武器精良 不需要咱们市民冲到前线去杀敌去 只需要咱们后方的稳定 每个工厂都能够正常生产前方所需要的一个物资 也就不会出现紧张的一个状况了 这样也是咱们为前线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那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保守这个秘密 国家的一个机密那是大于一切的 咱们不可以随便的讲出国家的一个机密 随便的泄露给这个侵略者 或者是散布出去的话 几人就会了解到咱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情报 所以说特殊时期 咱们一定要管好自己 不能随便乱说 这也是对咱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帮助 总之咱们要明白 现在的一个中国 已经不是以前的一个中国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强盛了 中国的军队是有能力 有决心 也是有信心的战胜任何一场战争 所以说如果真的就是爆发战争了 那么咱们一定要相信 即便不能为国家出征 咱们也不能为国家添乱 要听从安排 有力处理团结一致 文定号后方才是咱们最大的一个功劳 最后如果说你赞同这个视频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打上个赞同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也可以收藏后的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